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壁三楼那个叉叉离婚 也是我帮忙的 你看他现在多自由快乐 对面四楼那个叉叉离婚 就是没找我帮忙 你看他们一天到晚吵 为了小孩还有钱吵不完 你们年轻人啊 不要担心面子问题 离婚不是婚姻失败 只是结束了 我再努力看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威律法律事务所所长周易斌律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是 夫妻人一旦婚姻关系走到最后之后 也许好好做下来 大家把离婚协议敲定 才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 可是离婚协议在签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要注意的细节蛮多的 包含像是呢 除了离婚的这个双方争议之外 还必须要包含说 如果今天有子女的时候 那可能就要把小孩子的这个交往会面的方式 还有呢 小孩子的保护教养 也就是所谓的侵权 约定给谁或者是双方共同来担任这个法定监护人 这些东西都要逐一的约定 那再还有小孩子的抚养费要怎么样的负担 以及呢 夫妻双方在这个婚姻过程中 关于夫妻财产的分配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要在离婚协议里面好好的处理 不要把问题留到呢 离婚协议都已经签完之后 因为当初没有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讲清楚 结果呢 反而在离婚协议之后呢 衍生新的纠纷 那最后也提醒 这个离婚协议签完之后 那必须要有这个见证人在上面呢 这个签名 那这两位见证人呢 必须要见证双方当事人的争议 最好不要呢 离婚协议签完之后 然后私下拿给这个第三人来签 这样可能会导致离婚无效 这个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